38歲的陳法拉突然在今日宣布自己成為新手媽媽 過往一直沒有公布懷孕的消息 非常低調 但說到最離奇的一定是諸葛梓奇 2019年4月末突然宣布已經在加拿大長了兒子 不過同年1月出席公開活動時仍未見討 同年2月中又分享了幾張去到日本旅行的照片 估計當時懷孕8個月的她除了高危去滑雪之外 也不斷吃魚生和生蠔 張柏芝在2018年12月承認生了第三胎 是一個小王子 但至今仍未透露兒子爸爸的身份 謝婷婷在2019年6月突然宣布做了媽媽 女兒已經100天長大 但小朋友的爸爸至今仍是個迷